上一讲谈到,刘邦约法三章,还承诺了不掳掠,不报复,不折腾,给关中地区的原住民吃了一颗定心碗,然后撤出咸阳城,驻军在咸阳东郊坝上。 用刘邦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了等待诸侯到来,一起商议,安顿关中的办法。 不管谁的军队入关,如果要进入咸阳,都必须经过坝上。 推测当时刘邦的心思,大概是相信,你自己的这份盖世奇功,应当稳稳当当的能在关中称王了,从此作响,昔日秦国的土地,人口痛饮狂歌空渡日。 国号可能要改一个,毕竟天下人都恨秦国,自己又是反秦英雄,总不好改称秦王。 至于诸侯会不会服气,会不会跟自己抢地盘,以至于刀兵相见, 夺走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胜利果实,刘邦应该并不担心,否则的话,他就会兵分两路,恶守寒谷官和武官,而不仅仅是驻军罢上了。 罢上几乎无险可守,刘邦所担心的,应当只是有来路不明的反秦武装趁乱杀进咸阳, 抢了自己的金银财宝和富人狗骂罢了。 而这时候的刘邦,应当并不知道,当张涵和项羽在殷须结盟的时候,项羽许给张涵的是雍王头衔, 而雍成正是秦国旧都,所以立张涵为雍王,相当于给了张涵一个承诺, 将来只要打下关中,推翻秦政府,就让张涵在关中称王。 之所以不称秦王,而称雍王,大概率上只是要尽可能肃清秦国的痕迹而已。 以张涵对反秦事业的贡献,领一顶雍王的帽子并不过分, 更何况在结盟的时候,关中地区还在秦政府的控制之下, 谁都没有把握可以打得下来。 更有甚者,张涵的二十万秦军被推到了西进路线的最前列, 说是先头部队也好,说是炮灰也行,总之是把美好的承诺挂在了树梢, 要想摘下来,就必须自己冒着风险,搭着梯子去摘。 而如果张涵这支倒戈的秦军以先头部队的姿态当真杀进了寒谷关, 还抢在刘邦之前的话,那么张涵头上的这顶雍王帽子才算基本可以戴稳。 但现在问题出现了,刘邦已经入关,张涵虽然还在关外, 但毕竟有了雍王头衔,一山二虎,这个局该怎么破呢? 如果那二十万秦军真的和刘邦对垒,真刀真枪抢地盘,刘邦的胜算恐怕很低。 但刘邦已经不必有这种担忧了,因为在诸侯联军里面局面发生了巨变。 《资质通鉴》记载,当项羽平定了河北地区之后, 统率诸侯联军准备吸进关中,但队伍很快就出现了内部矛盾,只是还没有爆发。 事情的起因是,倒戈的秦军和诸侯联军在联合作战的行动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交集, 而有了交集就有了摩擦。 问题不难理解,因为双方不但是弑仇, 而且就在前不久都还是你死我活,拼力厮杀的对手。 联军这边,多少人曾经被秦政府征发摇曳,为树边疆, 凡是图亲关中的,都没少受到秦人官兵的羞辱。 这不奇怪,尽管秦始皇在政治口号里宣扬四海一家, 但人之常情,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少不得会有几分巨傲。 更何况亲人早已经被驯化成了只知道种田和打仗的生物, 崇尚武力,人情交迫。 忽然间天翻地覆,曾经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挺直了腰杆, 曾经的征服者灰溜溜地寄人篱下, 报复行动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张寒和项羽结盟,虽然严格来说并不等于投降, 而是张寒带领秦军倒戈, 变成反秦联盟当中的一员。 甚至从头衔上看,张寒还要高出项羽一级, 和山东六国的各位国王平起, 但实际上张寒拱手交出了指挥权, 秦军也只是反秦联军的加入者,而不是引领者。 秦军将士大概很难区别这种结盟和投降之间的微妙区别吧。 现在秦军将士沦为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被连军将士当成俘虏对待, 情绪自然按捺不住。 大家私下商议,那些当官的骗我们投降, 现在我们西进关中, 如果能够顺利推翻秦政府, 那当然最好, 而如果打不进去的话, 我们在关外当俘虏, 秦政府在关内杀光我们的父母妻儿, 那就惨了。 以秦军将士议论的内容来看, 他们对大秦帝国显然缺乏忠诚度, 一点都没有忠孝不能两全的那种节操, 这恰恰见出, 自商鞅变法以来, 秦国的一项重大缺失, 秦国全面抹杀文化教育, 简单明快地拿人头换提成, 这种政策在扩张时期, 确实见效快, 收效大, 而在艰难贤祖面前, 一旦缺乏了价值观层面的支撑力, 再大的帝国, 也会说垮就垮, 假如秦二世手下, 能有岳飞文天祥那样的文臣武将, 秦人能有几代人忠孝传家的传统, 那么就算不能拨乱反正, 至少也还可以多撑几年, 秦国的这个政策缺陷, 当初荀子看得很透, 所以荀子认为, 秦国的虎狼之诗, 抵挡不住仁义之诗, 这话听上去很像是俯儒的陈词烂调, 但并不是, 前面讲过, 荀子有一篇一兵, 核心观点是, 只有道义才能最大限度的解放战斗力, 赏罚的效用虽然立竿见影, 但假如大敌当前, 仅仅通过赏罚机制, 让国民去守卫一座孤城, 国民必然叛变, 可见赏罚之类的办法, 只适用于雇佣关系, 让受雇的人多卖力气而已, 却不足以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 都可以一无反顾去拼命作战, 更不足以吸引敌国的军队和百姓来投奔自己, 我们先前领略战国时代的历史风貌, 看着秦国一连串的开疆拓土, 父军杀将就很容易忽视荀子的这些见解, 而当此时此刻看到处于下风的, 在危机和压力之下的秦军表现, 就该对荀子的话重新掂量一下了, 也就更容易明白, 为什么秦朝以后的那些帝国会特别重视全民价值观的塑造, 秦军议论纷纷, 眼见得军心不稳, 没有不透风的离吧, 很快消息就传到了项羽那里, 项羽高度重视, 召见秦部和蒲将军商议对策, 结论是, 秦军人数太多, 怨气又重, 等真的到了关中, 一旦他们不听指挥, 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不如把他们杀光, 只带着张寒, 司马鑫和董毅这三位将军入侵, 既已定, 储军趁着夜色, 在新安城南将秦军二十多万人尽数坑杀, 重申一下, 坑杀未必等于活埋, 大规模的坑杀基本上是集中屠杀在集中掩埋, 但无论如何, 一夜之间即便是杀进手无寸铁的二十万人, 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原本诸侯联军和导戈的这支秦军在兵力上大体相当, 都在二十万人左右, 后来联军的兵力应该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扩充, 像霞丘身扬那样的将领加入进来, 应该不是孤立, 所以汉书有交代说, 联军行斥新安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多万人的规模了, 史记在不同篇章里都有提到新安杀祥这件事, 尤其是刘邦和项羽反目的时候, 刘邦隶属项羽的十大罪状, 其中第六条就是使用欺骗手段, 坑杀二十万欺人子弟, 又把三名秦军将领封亡, 就算刘邦存心给项羽身上泼脏水, 就算项羽并没有能力把二十万秦军杀尽, 但至少大规模屠杀秦军这件事是确凿无疑的, 惨剧发生地新安, 在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免池县东, 原本属于韩国, 被秦国吞并之后, 至新安县隶属于三川郡, 新安正是当时一处交通枢纽, 向西越过勉池, 可以直通韩谷关, 向东可以顺利抵达洛阳, 后来汉武帝改制韩谷关, 将韩谷关迁到了新安, 还将旧韩谷关以外, 新韩谷关以内的区域设置为红农郡, 所以汉武帝以后的关中和关东概念, 就和战国秦朝不一样了, 这是我们读历史很需要留心的地方, 新安齐地其实大家都不陌生, 杜甫著名的《三历三别》当中, 新安历披头第一句客行新安道说的正是这里, 沿新安道西行就会走到石豪历描写的那座石豪村, 在今天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 一度改名为甘豪村, 现在又改回石豪村了。 继续沿西安道西行就是同关力描写的, 士族和草草铸成同关道了, 项羽的行军路线和唐军安阳和大败之后, 杜甫匆匆离开洛阳返回化州的路线基本一致, 由项羽主导的, 由秦部和蒲将军具体实施的新安大屠杀, 从此成为项羽身上抹不掉的一大污点, 不妨借用杜甫新安历的诗句, 《白水暮东流,青山游枯生》。 我们不妨试想一下, 如果站在项羽的角度, 事情还可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项羽能不能像刘邦一样和这二十万秦军约法三章, 赢得他们的真心拥戴呢? 就算不行的话, 又能不能退而求其次, 至少约束一下诸侯联军, 不要把秦军将士当成俘虏来羞辱呢? 道理, 虽然好讲, 但项羽自有他的难处, 历朝历代如何处置降军, 永远都是棘手问题, 不杀祥当然最好, 但必须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双方实力悬殊, 受祥的一方完全不担心, 投降的一方暴起发难。 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 人吃马胃每天都有不小的开销, 张寒倒戈之后, 秦政府自然不会再负责张寒军团的军粮供应, 陡然间, 二十万大军变成了二十万张嘴, 有的是让项羽头疼的, 而如果项羽约束军纪, 不许诸侯联军欺负秦人的话, 又会打压联军士气, 造成另一种的军心不稳, 如此具体的情境之下, 也只能两害相权, 取其轻了。 新安大屠杀, 发生在汉高地元年十一月, 正是刘邦在关中约法三章的同时, 项羽杀人简父, 刘邦和张寒坐等封王, 矛盾已经一触激发了, 我们下一讲再谈。